第197集 他只是心里感慨 当年自己是能仰望摩帅 现在却能够把其完全杀死 其中的差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方寒 这摩帅倒也出风头 不过不是你的对手 现在以你的手段 瞬间可以杀死他十次 可能还不止三十次 他就算自报元神 天地法相都奈何你不得 要不要上去给他一个教训 给他教训干什么 他又和我没有利益冲突 方寒摇摇头 为了显现自己的实力 出风头得罪不必要的敌人 他这种人绝对不会去做 摩帅背后是先天大地 应先天 一身魔宫出神入化 先魔同修 在魔道起脉之中 除了死掉的黄泉大地以外 隐隐约约排名在魔道第一 其余的蛮荒大地 红尘大地 血影大地 都不如此人 这样的人物 方寒自然不愿意去得罪 这次 给玲珑先尊来拜授的人 都是气质超群之辈 有你灵公子在这里 简直是替我们魔宗的脸面 让仙道弟子 更厌恶我们魔宗 赶快滚吧 就在方寒和颜 相互对话之间 魔帅 对那灵公子说话了 魔帅 别以为你魔宫高深 就可以对我发号施令 你老爹还不是魔导第一人 灵公子哪里听得 魔帅的呵斥 把手一抓 一口碧血剑 在空中显现出来 强大的剑气之中 居然凝结成了一个 血淋淋的魔头 条条剑气 纵横虚空 正是上次的 碧血灭魂剑 绝品盗气 但是此剑 已经蜕变成了盗气 和血液之王 一个等级的存在 显然是经过了 长生力竞高手的 辛苦炼制 盗气 你老爹居然下 这么大的本钱 把碧血灭魂剑 变成盗气 他至少损耗了 千年修为吧 不过 你刚刚修炼到 神童五重天人境 就赐你盗气 实在是太奢侈了 我修炼到金丹的时候 都没有盗气 不过你以为 一口盗气 就可以抗衡我了 魔帅眼神一变 这口碧血灭魂剑 并不是我老爹炼制的 而是本门宗主 血影大帝 已经把血池 祭脸成了绝品 盗气 我们的血影魔宗 灭掉了玄黄大世界 十亿里外的一颗星辰上的 所有生灵 十亿人类 使得血池蜕变 然后 把碧血灭魂剑 放在血池中淬炼 我们血影大帝 加速时间一年就是一百年 一个甲子的时间 就把此剑 祭脸成功 诞生出了强大的气灵 血影大魔 你以为 你的修为 能够抵挡得住 这一剑之威吗 灵公子被方寒 抢夺走法宝的时候 还是神通四重 阴阳境 现在 修炼到了天人境 踏入真人行列 这也可能 是他被赐给盗气的原因 无论怎么样 天人境的高手 都是中间力量 因为能够炼制灵气 与化门的规矩是 谁修炼到了神通五重天人境 谁就可以给掌门提一个条件 或者 去小仙界闭关 说话之间 灵公子运转剑气 一剑劈了出去 顿时 天空中所有的云都变成了血色 条条血影到处乱飞 其中一个强大的血魔 周围千百小血魔 恶狠狠地向魔帅扑杀过去 条条血影更是渗透到了海底 许多生灵全部被血魔吞噬 这碧血灭魂剑 一旦施展开来 方圆数百里都要被血魔笼罩 但凡是有血肉的生灵都会被吸干 然后增强威力 这是血影魔宗独有的威力 古魔化血神道 几个一元宗的弟子都被许多血魔笼罩住 所有的法宝都没有用处 脸上显现出了惊骇的神情 而方寒站里的地方更有血魔呼啸而来 这碧血灭魂剑 不过是下片道气而已 虽然说天体之间道气非常罕见 拥有之后能够提升自身数十倍的力量 杀伤力增加许多倍 但是凭借灵公子的力量 要对付魔帅还是不可能 我且不动 看看这二人之间的争斗 四周的血魔疯狂涌动 方圆百里之内变成了血的世界 不过方寒并没有出手 只是稍微运转了一下法力 一丝丝大吞噬术施展了出来 把向自己扑杀过来的血魔全部吞噬掉 化为了纯净的血能 灌输到了八部浮屠之中 增强着血液之王的威力 不 现在的血液之王完全化成了一尊血佛 本身磨刀血苍穹的本体 也和血龙经山峰合二为一 现在的血液之王应该叫做普渡血光佛 方寒现在大吞噬术的威力 不说吞噬一点点小血魔 就算是把林公子整个人连同碧血灭魂剑 整个盗气吞下去都不稀奇 不过他并没有动 而是静观其变 因为就在林公子和摩帅争斗的时候 他也感觉到了 这里的争斗吸引了许许多多人的目光 有许多强大的存在也飞行而来 其中有金丹千古小巨头 九重天地法相本命元神的存在 甚至还有神通十重逆天改命的强大的霸主 甚至方寒感觉到了一些万古巨头的神念 从空间裂痕中渗透出来 观察这里出了什么情况 毕竟一件强大的道气 发出来的强横波动 足可以引得很多人注意的 都在观战 这次来给玲珑仙尊败寿的人 先摩两道 天地之间的散修 甚至九鼎轩 六道蒙 天道阁的人都来了 玲珑仙尊何等人物 三千年前就纵横天地 开创门派 击杀高手无处 法力横贯株天万劫 哪一个都要养其鼻息 除了台一门的人以外 这次来祝寿的简直鱼龙混杂 多得不得了 摩帅和林公子的争斗 也自然是许多人的乐子 有的人甚至想大出风头一把 方寒则是吞噬了一些血魔之气后 悄然退了出去 到达数百里开外 一点都不引人注目 一见倒戏也没有什么 看我来破你的吧 摩帅面对血魔剑气的冲击 纹丝不动 双眼闪烁出毁灭的光滑 抬手一指 立刻 房源几十里的空间 全部塌陷 崩灭 那些血魔剑气瞬间就消散 大崩灭术 摩帅的拿手好戏 无上神通 和大吞石术 大切割术齐名 加上摩帅禁引此数很多年 可不比方寒的半吊子手段 不过 碧血灭魂剑 现在成了盗气 上面更是凝聚了不少冤魂 还有一头血影大魔 盗气级别的存在 不是那么容易消灭的 而且方寒看了出来 这口碧血灭魂剑 似乎上面还附身有一种奇异凶悍的法力 增添其威力 事已刚刚一被魔帅击散 立刻所有的血物全部都聚拢起来 一头血影大魔 生疼而起 张开大手 就是血淋淋的魔光 喷口气 就是一连串的血色雷刚 凶残无比 这头血影大魔 比血液之王要凶残得多 一头血色长发 身上不停地显现着各种扭曲的面孔 尤其是张口喷吐之间 一团团的血色雷球爆炸而出 每一枚雷球 都夹杂着一碗生灵 豪枯的凄惨声音 血影大魔 依次喷吐 居然足足喷射出了十二万雷球 化血神雷 魔帅脸色一寒 一道白色虚影 从身体中冲了出来 变化成了一尊白骨神魔 这尊白骨神魔 脚踏骨帘 全身足足有三百六十根骨头 每一根上面 都有尊贵的名文 鸣刻在上面 这尊白骨魔神一出 顿时镇压全场 那血影大魔 好像遇到了克星 被白骨神光压制成一团 啊 想不到 魔帅居然修炼成了 先天白骨元神 神通九重 天地法相 他的元神 足足蕴含了三十八种神通 接近四十种神通 乃是魔门翘主 方寒退出争斗的圈子 在千里之万的海上 一团白云之间 观看战斗 他的不远处 也出现了几道光滑 显现出了几个强大的修士 居然是金丹千古小巨头 几个金丹千古小巨头 也不知道是散修 还是仙道师门的弟子 看见魔帅飞了出来 立刻赞赏起来 方寒也不禁有些吃惊 魔帅的先天白骨元神 居然蕴含了三十八种魔道神通 比起鬼帝都要多 而且其中无上级的神通 足足有九种 魔气强横 车天蔽日 压制的灵公子和他身后一干随从 都喘不过气来 听说这次 玲珑先尊大手之时 会让一些青年才俊 进行比试 然后让自己挥钱的女弟子 挑选那些才俊 而且在青年才俊的鄙视中 脱颖而出的强者 会得到玲珑先尊的奖赏 直接传授一门无上神通 一个金丹小巨头道 传授一门无上神通 那也没有什么 无上神通极难修炼 就算是得到了修炼法诀 也不知道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才能够修炼得出来 又一个人摇摇头 你知道什么 玲珑先尊何等修为 一门无上神通 别人要数百年 他只要数年 就能够修炼成功 他传授神通 是直接把修炼好的神通 打入你的十海之中 使得你弹指之间 就拥有这门神通的无上能力 什么 玲珑先尊如此厉害 就算是我们的掌教至尊 也不能随随便便 把神通就传授给别人 玲珑先尊当然厉害 要不然 怎么可能以一人之力 抗衡整个太医门 传闻这次 他四千年大寿 很多域外星空的修士 都赶来为他祝寿 我也听说了 这次玲珑先尊 准备了三种无上神通 奖励给败寿来的青年才俊 一种好像是祖马古神器 大普渡蝉光 须弥山王权 每一门都有断山遗海之威 相当于神通石虫 逆天改命境界修炼出来的 如果我得到其中一门 那实力会独增数倍 这次来的人哪 哪一个不是虎实淡淡 我看 摩帅也是想讨好玲珑先尊 得到这三门无上神通 以摩帅的实力 还真有这个可能啊 听着这些人的议论 饶使方寒知道玲珑先尊法律的厉害 仍旧不得不对 他的大手笔产生了无比的羡慕和敬仰 给人直接传授无上神通 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方寒现在也可以把自己的神通 如大日火灾 黑日风灾 全部传授给别人 但是自己就永远失去这门神通 要经过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 没日没夜 才修炼得回来 足马古神器 大普渡禅光 须弥山王泉 那大普渡禅光 对我十分有用 让我自己去修炼 恐怕三五百年都不知道修炼不修炼的成 但是这门神通 是祭奈五行之地灵符的关键 莫非 这门神通 是玲珑先尊 特地为我准备的 以我的实力 力压众人 也不是什么难事 方寒心中突然涌起了一个念头 就在这一时 海面上 摩帅和林公子一感人 基本上已经分出了胜负 摩帅的先天白骨元神一出 立刻就压制住了碧血灭魂剑的气灵 血影大磨 一口碧绿的血剑 被他的元神抓在手上 熊熊苍白色的火焰 不停地烧烤着 同时 也围绕住了林公子和他的一感随从 竟然是要把这些人一起都炼化 大师兄 你还不出手 林公子全身都已经湿透 大汗淋漓 不由得狂吼起来 随后 他身后一个随从 突然一步踏了出来 本来低下的头扬起 竟然显现出一副俊美无比的脸蛋 刹那之间 似乎是换了一个人 他这一步踏出来 周身千百朵脸盆大小的血莲花 从身体中浮现出来 每一朵血色莲花都有九瓣 莲花中央坐着一个血鹰 双手合十 念叨出古怪的魔咒 千百血莲 千百血莲 古怪魔咒 一踏出来 顿时就把魔帅的先天白骨元神逼迫得连连后退 方寒一下子站了起来 大吃一惊 因为他感觉到 此人的神通竟然不在群星门第一阵传弟子 兴灭邪之下 魔帅 你竟然咄咄逼人 看来 我也不得不出手了 这个先前打扮得像随从的年轻人身上冒出了血色火焰 从中一步步走出来 换上一身血色长袍 我知道你这次来是冲着玲珑千尊三大无上神通的奖励而来的 不过这次的三大无上神通也是我的囊中之物 血影魔宗第一真传 长生后不榜上排名第六 血武阳 魔帅立刻认出了此人的身份 你以为那三大无上神通是你的囊中之物了 血武阳抬头一笑 当然 这次败寿 长生后不榜上排名前三的大高手都不会来 范清颖不会来 盐水仪不会来 画天都更不会来 除了这三大角色之间 我并不惧怕任何人 却没有想到你 居然凝结成了先天白骨元神 看来 你的身上 也有一件厉害倒戏 还有一个人 恐怕是你的劲敌 你听说过 羽化门的方寒没有 魔帅突然说道 方寒见魔帅提到自己倒是一愣 不过他现在显现的不是自己本来面目 而是施展了黄泉图转世投胎诀的妙用 稍微改变了一下自己的形象 同时把自己的修为压制到神通六重归一境 既不会让人鄙视 也不会让人注意 否则 金丹高手千古小巨头 那谁都要多看两眼 很容易暴露自己 他倒是相信 魔帅现在 看不出自己的形体 施展了转世投胎诀的隐藏法门之后 画天都都看不穿 魔帅要是能看穿 就见鬼了 所以 提到自己 他也不动声色 羽化门方寒 就是斩杀了太医门宋维一 赵轩一 修炼五帝大摩神通 身上有一件绝品道气 黄泉图的人物 他还击败了孟少白 斩杀了鬼弟 血影魔宗第一真传弟子血武扬 停止了动作 把手一压 漫天血光 全部消散 输入头上天门之中 魔帅停止运转法力 把手一摆 不错 正是此子 传闻此子 要来给玲珑仙尊摆寿 而且诸寿的礼物 是太医门送唯一的一颗金丹 你说此举 能够讨到多大欢心 那三大无上神通 祖马古神迹 大普渡禅光 须弥山王权 绝对会落入他的手中吗 什么 他居然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把太医门金丹弟子的金丹 送给玲珑仙尊当寿礼 简直是无法无天 难道 他不怕太医门的追杀吗 羽化门都护不住他吧 传闻此子 虽然厉害 但修为尚浅 才神通六重归一境 不知道 炼成金丹了没有 若是炼成金丹 倒还有些棘手 他五十六种神通的金丹 足可以比得上神通九重的天地法相 血舞羊 大吃一惊 也不得不佩服 方寒的无法无天 不过想一想 方寒修为还浅 境界低下 却又并不担心 摩帅冷冷地道 你我在这里争斗一场 未免消耗法力 让别人占得便宜 这次给玲珑仙尊败寿的人 除了方寒之外 还有长生后补榜上 排名第四第五之人 还有许多接近玄黄大师姐的 玉外星辰上的修士 比如紫薇星 地踏星 逢月星 其中高手的实力 也不在长生后补榜前十名之下 你以为 九阳 你全身是铁 能够打几颗铁兵 玄黄大师姐 玉外星辰上的修士也来了 紫薇星 地踏星 逢月星 那上面可有高手啊 也好 你说的是 我们在山门之外争斗 也不算什么事 让人笑话而已 血沃阳哈哈一声长笑 化成一道长达千丈的血色长红 直接就把林公子一杆血影魔宗的人包裹起来 进入着玲珑浮地的海市渗楼之中 以他这样的高手 接近万古巨头 比星灭血在长绳后部码上还要高一个层次 自然能够找到空间缝隙 进入玲珑浮地的山门 摩帅神区一闪也消失不见 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就被化解 而且矛盾转移到了方寒身上 方寒心中暗娇厉害 本来想看一场好戏的 现在看不成了 方寒正要进入空间缝隙中 在他不远处 一些强大的修士又一轮起来 说话的是一个身穿紫色沙衣的女子 那方寒是什么人 居然能够杀死台一门的金丹小巨头 还拿对方的金丹做受理 太一门乃是玄黄大世界第一门派 拥有仙气 方寒居然和此门作对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长篇玄幻小说 《永生》第197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